Hello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PRISM STONE 這些PRISM STONE我不是在香港購買的 香港是在GIFLESS買的 這個盒GIFLESS的鎖子還是沒有的 我還沒去過 不過我真的聽人說過 這個盒 是我包裝已經丟掉了 我同樣在日本幫我買的 它是這隻PRISM STONE 是非常漂亮的 其實PRISM STONE這部電影就是《星光少女》 但因為我覺得它的心形石漂亮 所以我才會吵 裡面有幾粒 這部電影就是購買 SmartPod Touch的相機送的 特別是這樣的 這部電影就是相機之夜 這部電影就是《星光少女》 現在有人出現了 內心的人幫他找到心裡的項鍊 然後這部電影就是《星光少女》 這部電影就是小雪 後面也是這個圖案 然後這部電影就是《星光少女》 這部電影就是《星光少女》 背後是《星光少女》 看一看 現在介紹了三粒 其實有些就弄不見了 這些都是售賣的 接下來我買了新的PRISM STONE 香港是不能買的 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小水衣服 這個就是衛人 其實我覺得很少看到衛人的樣子 就是這樣 日本就叫海音 這個就是阿納件衣服 其實它的茶壺是有分 藍色的 但我買的這支是三個 有一個Miracle Pass 這個是美愛 這個就是抽的PRISM STONE 其實你們有意都可以交換 這個就是沙莉娜 後面就是這樣的 你們有意都可以交換 就是交換這樣 這是這塊鏡 那客人忘了說 剛才的 這個就是最新的 TOW RAINBOW LIVE 零音 它這樣閃的時候 是有彩虹的 零音的頭髮 這個就是抽的 這塊 這個也是抽的 最後一粒 就是我買 手掌的時候送的PRISM STONE PRISM STONE 這個就是 記得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花音 就是小船 現在記錯了 這個老公 阿香 這個小妹 現在這個就介紹完了 那我現在就存得這麼少 因為是上次 在日本買的 一次 這樣 有意可以trade 現在我有新的PRISM STONE 就叫人 玩遊戲機的時候 Rainbow LIVE 我就買了 那我現在很期待 Rainbow LIVE的發售 就是8月8日 那我大約2月的時候 我就會拿到那部機 帶人去日本 那那部機 就好像有個形象 這樣的功能 那 留意下一段影片 我再教你們 如何分裂SGUCHI 的